长有点像威亚 有没有 有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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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个气质 他就是那种气质心的 真的很美 我来这里的择偶要求是 才华无上限 颜值无下限 想找一个像李蛋一样 风趣幽默的男神 当然呢 他如果有六块腹肌的话 那就更好了 有腹肌的李蛋 这得是一枚多么奇怪的蛋 到底是丑还是好看呢 不看脸的时候 我觉得还挺好看 看脸之后就 哇 更帅了 靳波请到这里 刚才你说 大家可以叫你阿露娜 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是蒙古族的 阿露娜呢 它在蒙语里 是纯洁的意思 蒙古族符合我 我妈妈是蒙古族的 因为我去过一次蒙古 夸张到早餐 都要喝白酒 是这样的 妈呀 那靳波的酒量是多少 我觉得一般的男方男生吧 是喝不过我的 喝不过呀 这 我喜欢 我喜欢的性格 我就喜欢北方的姑娘 那种把我喝倒的那种 特别野的女孩 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的抢麦环节了 因为在这轮互动当中 抢麦成功的男嘉宾 是可以获得唯一一次和女嘉宾隔空直接互动的机会 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好了 好 我准备冲刺了啊 三 二 一 请抢麦 欢迎登陆新浪微博 关注东方卫视中国新乡亲官方微博 观看合情 边看边聊乡亲事实 也可进入中国新乡亲话语业 观看乡亲八堂时刻 每周节奏又有意讨论 真高优势 像明星但他不像李诞 你会建议他太帅了吗 帅也不是不能接受 过于帅了 真的假的 我看一下 这也太帅了 为什么只有我不能看啊 他有点像王凯啊 是 我刚才也觉得他有点像王凯 刚排阔西装 真有点真有点 真有点像 来跟我的女嘉宾来打个招呼吧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四号男嘉宾李浩 哇 你好 听说你是蒙古族 但是我的妈妈也是蒙古族 我们感觉这一点我们很合适 哦 你会说蒙语吗 我是会的 蒙语的我爱你怎么说 比前面的海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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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厉害哦 姐姐 米奇林海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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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用几句歌唱一下 展示一下你的男人膝蓋 好的好的 让我们红尘做伴 活得小小洒杂 让我们红尘做伴 活得小小洒杂 策马奔童共享人世繁华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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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还啦啦啦 他一句唱出了三个点 非常有趣 我唱歌可能不太好听 但是我勇敢地唱出来啊 你现在对四号男嘉宾呢 算是有了一个模糊的概念 对不对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五位男嘉宾的关键词 我们先来看一号 四十分钟 四十分钟是什么 他可能是老师吧 他的职业是四十分钟一节课 对不对 我觉得是应该连续说 有脱口秀四十分钟 有手有手 平板支撑四十分钟 这也太飞了 他可能能跟我喝酒喝四十分钟吧 我都能喝四十分钟了 我一般整烈酒 我喝烈酒 他们不一定整得过四十分钟 他一口风机 不是四十分钟是因为啥 四十分钟 四十分钟就是因为我的这个职业 做一个造型 造型四十分钟是吗 第二位 麻辣歌王 一边吃麻辣汤一边唱歌 他可能是四川地区的吧 聪明啊 他好聪明 他好聪明 一个有智商的女孩子 四川小哥 你接触过吗 我觉得四川的男孩子都特别好 他们特别的宠老婆 如何 如何 我赢了 好吗 我赢了 好吗 三号男嘉宾 相亲2.0 他是不是之前 参加过什么相亲节目有可能 然后这是第二次来参加 有道理 被人家猜到了 我不是啊 其实这个名字起得有点危险 我感觉 为什么 就是会让大家觉得他很爱相亲 经验丰富 还没有见面就把他给怕死了 哎呦 我不是相亲啊 那你怎么看的相亲2.0 我觉得他可能眼光有点高吧 你好会说话哦 对 还挺给面子的 对 青妆好高 一点都不像三俩 现在我们俩青妆很低 真的 真是的 真的好 这个女孩就是我要的类型 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那个王凯的关键词 绿皮火车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爱去旅游的一个人 对 就背着吉他啊 什么坐着绿皮火车去旅行 而且就是很文艺的那种 是喜欢坐飞机 然后喜欢坐绿皮火车 也有可能是很穷的那种 就只能坐绿皮火车 连高铁都坐不了 刚才的歌声 你在看绿皮火车 你觉得是什么意思 他刚刚的那一番发言特别的粗犷 然后很好卖 但是他这个描述呢又很文艺 我觉得 哎 这种结合还蛮有意思的 靠动 在夏天天天天的恋爱 倒动 油腻 油腻大哥 来 最后一位 肌肉大白 这个好直白啊 这还需要猜嘛 直白的油腻男孩 喜欢健身 肌肉我懂 大白啥意思 就是特别直白的肌肉 没有任何内涵 正好符合我的六块腹肌嘛 会不会有可能是健身失败的 曾经有肌肉 现在是大白 这个你能接受吗 那我要看看他有没有内涵 五位男嘉宾都已经放出 他们的关键词了 那接下来你要选出三位 很心仪的男嘉宾 我们进入到下一段了解 女嘉宾请做出你的选择 第一个我选只有大白 第二个绿皮火车 第三个向琴2.0 对不起 40分钟后麻辣歌王 看看你们能不能在抢亲的环节出现 欢迎三四五号男嘉宾的亲友团出场 欢迎各位 第三号韩 四号这位嘉宾来自于真爱的 加油 四号李浩 加油 五号汪天琪 加油 加油 哇 哇 哇 三号的亲友也太漂亮了吧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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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到底是亲友还是前女友 哈喽大家好 我是韩子浩的姐姐 对不起姐姐 姐好 姐好 姐好漂亮 那是你姐姐吗 这个就是我喜欢的类型 不想我姐已经名画有主了 我为什么不早点认识你 我的弟弟今年23岁 来自辽宁省锦州市 身高一米八三 目前从事直播运营的工作 其实我的父母就是相亲认识的 所以我们家也就进入了 相亲2.0时代 哦 哦 哦 这个意思 那么今天呢 我希望我的弟弟能够牵手一位 他非常心仪的女嘉宾 这个女孩能够是善良孝顺 然后个性呢 有一点小叛逆的摇滚范儿的女生 哦 好矛盾啊 又要孝顺又要叛逆 估计姐姐就是这种 又孝顺又善良 但是内心骨子有点小叛逆 对不对 是的 逗你 冯姐说对了 也不用非得摇滚 我觉得就是这样 哎呦 就太喜欢了 因为你看大长嘴 完了长得也跟我有夫妻相 完了性格还是那种直爽的 北方姑娘性格 我就喜欢这样的 别跟我想象 我觉得看姐姐情吧 你能知道弟弟是很帅的 我颜值有保证 我再看了三号站起来 对 我也特别好奇 三号是哪一位啊 哇 果然 真的 是吗 来 我们请四号李浩的亲友 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李浩的好兄弟 加油 兄弟 李浩今年二十四岁 他来自辽宁省长阳市啊 他属于在外是你的彭于晏 在内他是你的开心骨儿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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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浩长得超级帅 没有人永远不变 绿皮火车什么意思啊 因为他经常坐绿皮火车 他说他都是为了浪漫 那其实我就感觉他 为了省钱 行了 你就别说话了 下一个环节 所以四号的男嘉宾 他比较会过日子 对吧 而且确实住得比较远 只能坐绿皮火车 来 请五号翁天琪的亲友 咱们这一对啊 主持人好 女嘉宾好 我是翁天琪的表哥大蓝 大家好 我是翁天琪的嫂子 我叫樊叶 我们两个呢 是中国新相亲第一季牵手成功 而且现在我们已经结婚了 我这么一圈才遇到 我答应自己不再有人自然 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 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 我比谁都更明白你的重要 哇 这里要成了我就决定了 决定了你的时候 然后我们今天 把我们的结婚券带到了现场 也是成功 可以一起把我们的好运和幸福 传递给现场每一位男女嘉宾 哇 天哪 哇 祝福 是吧 天哪 厉害了 厉害了 哇 来 来 没想到相亲节目还有真的结婚的 哎呀 斯文 咱看别人的结婚劲啊 天哪 热乎乎的 刚结 真正对啊 非常浪漫的素思 太浪漫了 所以你就来了是吗 我很主动地就来了 特别相信 我更相信这个节目了 聊我弟吧 我弟弟温天琪呢 今年28岁 身高190 多少 190 你站起来给我看看 哇 天哪 哈喽 哈喽 我一米八二不敢 不敢站起来了 我弟弟是一位 呃 是一位什么男生 我一直忘死了 你是你弟吗 啊 是我弟 是我弟 成了现在的行走的一架 哦 哇 哇 哇 然后非常符合女嘉宾 八块腹肌的要求 是心动啊 糟糕眼神 你长得像李诞 对 长得真的像李诞 对 长得真的像李诞 我觉得有腹肌的李诞 说的就是他 像我时期 你燃烧卡布里 谁都爱你 我想找一个 有腹肌的李诞 哎呦 啊 我弟弟希望找一位 有点小作的 汪系女生 什么叫汪系 喜欢像狗狗一样 比较热情 啊 哎那这样 那你觉得你老婆 是什么系的女生 我老婆 夏凡系 我夏凡系 我第一次听说 我第一次听说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女嘉宾 有什么样的信息呢 请看短片 创业以后 我被迫过起了三三生活 凌晨三点睡觉 只睡三个小时 每天都在为了工作 周夜颠倒 熬夜又熬星 即使每日外表 光鲜亮丽 但在前行的路上 我们时而会觉得 缺少充足的能量 难以再继续前行 吃够了创业的苦 有时候 也会期待爱情的甜 她比较喜欢仪式感 那我就是一个 特别有仪式感的男人 我也带点仪式感 可以为她放大 每天都喊着 要脱单和恋爱 可是当追求者 真的找上门 小姐姐 加个微信啊 对不起 我不接受草率的爱情 不玩交友软件 不轻易交出号码 不在微信上闲聊 只做这条街上 最艳丽的铁皮玫瑰 哇 她可以各种风格变换啊 可乃可欲 我的天哪 脑细胞都给了工作和社交 所以爱情里 只想做个不必操心的小孩 想找一个成熟稳重 有内涵 有求必应的鸭皮大叔 而你 会是我的那个田螺大叔吗 哇 理想型 理想型 两位哥哥 这个女孩是我的菜 是我喜欢的类型 要不然让给我吧 我们都喜欢 你好 主持人 我是四号男嘉宾 四号男嘉宾 来 你兄弟打给你的 崖雪 对 你告诉她 我是一个很自立的人 平时不爱熬夜 告诉她我可以陪伴她 慢慢借点熬夜这个习惯 她说可以陪你一起熬夜 然后慢慢地 正常的那个什么休息 女嘉宾想借点熬夜吗 其实吧 我觉得就是 比起来劝我 早睡的人 我更喜欢陪我一起熬夜的人 嘉宾你好适合去 萌姐的公司做员工 我刚想说 你终于找到你的员工了 萌姐 我这个真的是要跟大家 稍微说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行业 确实也是比较辛苦 我一般就是 我还没有睡觉的时候 员工他们都已经睡了 然后我会看他们给我发的所有的这些 工作这些方面的问题 我看完之后 有的时候就是凌晨 因为如果不回复的话 她就会发现说 她第二天要怎么办 所以你跟员工一般都是睡着隔夜觉 就有时差 对 没有办法 大蓝一直在点头 大蓝这个 对于这个话题很感同身受吧 没有办法 我自己的睡眠状况 是那种特别好的 因为我倒头就可以睡 但是我夫人陪我 可能到了凌晨两三点 她自己就可能已经无法睡了 对 所以说现在睡眠自由 就是你得有两间卧室 很多人装修的是 这个卧室是给我老婆的 这个卧室是我的 年轻的时候我不懂 有了二胎之后我明白了 没有 有了二胎之后主要是 没有你睡的地儿了 接下来这个环节 我个人太喜欢了 因为它代表的 我们很多的生活态度 这个世界上一句 最恐怖的恐怖小说叫 我看了你手机 接下来这个环节是 你想看我们三位男嘉宾当中 一个特定APP当中里的 内容 当然我们也要信息对称 我们也要看你的 好不好 可以 来 我们看一下三号男嘉宾 你想看她哪一款 APP里的内容呢 我要看她的微博 为什么 因为就是 我们现在朋友圈里吧 有很多工作的人和家人 你可能发一些东西什么 都会顾忌很多 但是微博上你的关注 还有你的喜欢收藏 都是你自己的真实想法 我明白了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三号 直播运营韩子浩 来 看看她的手机 这么多微读 很正常 很多人都有很多条微读 不着急吗 看的 在各种群里 这个环节是太死亡了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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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西方不敢看的东西 他 我看的 帮忙 废商 这是这阶段的 这个我之前工作的时候 一个主播 这个东西有点越瞭越黑 她的经常访问 你看到了没 就是那个刚刚的女孩子 唯一关注 三号男嘉宾的点赞 他没有点赞 收藏呢 这应该是个小号 兄弟你连夜注册了小号 你就关注了那么多网红吗 心机太心机了 好了 我们男嘉宾的微博 看完了 现在你介意展示 你的微博内容吗 好期待啊 我如果介意的话可以不吗 那不可以 我们信息要对称 好 来 我们看一下 Runa的微博信息 这么理工男的桌面风格吗 不是啊 怎么都没有那种QQ萌萌的风格 你看他微信也很多 老罗 李雪芹 因为我很喜欢脱口秀 成禄 你关注了成禄 我也关注了斯文姐 你为什么先关注了斯文 又关注了成禄 他是推荐认识 好 不用解释了 天哪 你关注都是我的同事 对对 我很喜欢 我感觉他关注的一些人 就是他比较喜欢有才华的人 经常访问李诞和我 对 你刚才这么显示呢 姑娘 你对脱口秀真爱啊 是的 是的 所以理想型是李诞吗 了解完我们的手机信息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三选二了 三位男嘉宾 你只能留下来两位 他们将有机会站到我身后的这扇 幸福之门的后面 阿如纳 请做出你的选择 关闭我们楼上男嘉宾的玻璃房 我的选择是 我向你这位女嘉宾推荐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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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号男嘉宾啊 什么 什么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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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说真的啊 我刚才在后台的时候 你知道三号男嘉宾 那个风趣幽默 他就差给我表演胸口碎大石了 真的 你确定这是你表哥还是他表哥啊 是他表哥 不是 你知道你媳妇在旁边都已经 快要吃素孝救星碗了 不是 你是哥哥嘛 你真的是 下一个女嘉宾我一定好好把握 好不好 你们去领证吧 我真的觉得表哥仅代表他个人的想法 四号跟五号 反而我觉得 可以考虑一下五号 为什么 四号就是 就是感觉比较冷静 按道理说 他一开始抽到了跟你就是一开始的那个特权 他应该非常的热情 但是你看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也比较冷静 我 我只是电话没有打通而已 然后五号就是你的菜 四号 好 阿隆娜 请做出你的选择 我的选择是 五号 五号 好 好 我觉得应该听哥哥姐姐的话 五号男嘉宾表哥没有失望 五号的表哥满意地回去了 好 欢迎当中快手 或快手极速版APP 同性视频 摆视TV 观看完整节目 现在 终于到了我们的最后选择时刻 请 选 则 妹妹只能先选一个吗 嗯 那我觉得她可能还是会先选三号 如果三号真的好的话 对 可能四号就没有机会出来了 所以你也可以先选四号看一眼 我觉得你先选三号吧 真的 三号真的挺好的 又长得又帅 那两位男嘉宾 如果你们也对我们的女嘉宾 同样心动 那么就请珍惜这个机会 向前一步 站到我们幸福之门的后面 我们的三号男嘉宾 请站到红色门的后面 我紧张得不行了 我们的四号男嘉宾 请站到蓝色门的后面 阿露娜 现在你可以请其中一位 来听一听她最后的告白 你想听几号 来进行最后的告白呢 我选择 我选择 四号 没选择 没选择 请打开我们蓝色的爱情大门 来见证大门 这边不是很轻辗你的 她继续老真面前 儿的歌 他什么我都能耐用 因为你无法 我懂得 我懂得 你无法 我的目标 我懂得 你无法 我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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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像王凯 你好 我现在可能有点紧张 就是我想过很多种方式 遇见未来的她 但是在这里遇见 是我没有想到的 你的一切我都喜欢 可以陪我去坐一匹火车 看沿途的风景吗 我想走进你的世界 我想照顾你 到冬天中 能躲在她的火 呀呀呀呀 你一样的 哇 我想提醒一下我们玻璃房当中 剩下的三位男生 因为我们的四号男生已经被选择 如果你们很喜欢阿儒娜的话 那么现在请抢亲 但是抢亲有风险 如果她没有选择你 那对不起 你也要离开我们 中国新相亲的舞台了 现在我们来倒计时看看 有没有男生勇敢地抢亲呢 五 四 三 二 一 男生们 有没有人冲出来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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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抢亲 阿露娜 你最后的选择是 我觉得就是 你很好 长得很帅 然后 完了 但是 我觉得我好像 对你没有那种来电的感觉 实在不好意思 我觉得阿露娜很尊重自己的内心 就是也没有找什么其他的理由 只是说你是个好人 不好意思 谢谢我们的四号男嘉宾 谢谢我们的四号男嘉宾 请回到玻璃吧 谢谢王凯 王凯 王凯 王凯加油 加油 王凯 来 那 现在 你还有一个选择 就是我们的三号 但是三号有可能没有选他 红色的门打开 是一扇空门 我觉得不可能 三号非常太急性了 三号三号我就从头到尾就站三号 来吧 是吗 是 来 好 我们来看看三号有没有站在红色的门的后面 请开门 好 今天到三号肯定会来电的 好 好 没有啊 啥意思啊 他干嘛 没人吗 他放弃了 他什么时候放弃的 这个不能放弃啊 弟弟 我想照顾你 我不想选了 我能上去吗 没被选择我为什么还要在啊 他的三观外貌 所有的东西我觉得都很合适 我在底下 已经非常期待 非常期待等待门开的 我的所有话语 所有热情 都已经准备在门开的时候 跑过去跟他说 然后他选择了四号 因为我本身上一段恋爱 就是没被坚定选择 就是跟他情况差不多 我就说我算了 我不选了 他可能一开始发现他选了四号 可能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没戏了 就走了 是这样吗 我觉得如果三号知道了阿露娜 选择了四号 就会放弃的话 那他确实不符合一个内蒙女孩子 对于勇敢的要求 没错 有的时候擦肩而过 可能就是一辈子 那很遗憾 今天我们的女嘉宾 要独自离开现场了 谢谢靳波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主持人 谢谢女生几圆满 谢谢阿露娜 谢谢 我们的女嘉宾 一定可以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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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女嘉宾 号称人间喜结晶的高敬临 欢迎 你再爱你不真难 我的爱是火 现在烧烧 宝贝烧 烧烧 我的爱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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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嘉宾好激动 她的眼睛好有文化的样子 一看就是读过很多书 好漂亮 好像一个模特 对 她是我喜欢的 我喜欢外表高冷的 又是你喜欢的 这是我喜欢的好吗 高冷玉姐 我喜欢 大家好 我是来自江苏南京 99年生 高个又高冷的女孩 高精灵 我目前就读于悉尼大学 会计与金融专业 非常地有文化 非常地有气质的样子 今天在这个舞台上 我希望找到属于我的小清新男友 小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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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内心是蛮小清新的 因为我和大部分 九五后女生一样 我是一瓶人间喜结晶 哪里有腻喷哪里 谢谢大家 来 欢迎小高 来 小高 请来到这里 我的妈呀 这也太高了 哇 身高 比组身上还高啊 真的 直比把克力高二十公分 你有多高啊 我一米七六 天呐 请不要爆出来好吗 因为加完高跟鞋 大家就能猜出我多高了 你就是八六了 好不好 今天我们都是一米九的汉子啊 所以你对身高的要求是 他必须要在一米八以上 身高不能低于一米八了 他们好像都被刷掉了 高个又高了啊 这个看出来了 那你平常都玩点什么呢 我平常一个人的话 我是比较喜欢看书和看电影的 最近在看什么书 网络小说 是那种少女星 比呦比呦比呦的那种吗 言情小说 对对对 我觉得他这个特别像那种 相亲节目的标准的 你的爱好是什么 看书 看电影 看电视剧 然后什么书 网络言情小说 我也喜欢我们一举同工 我看古典小说 那你心目当中小清新男生 有什么标准吗 我希望他内心比较直爽 就是有点傻哈哈的那种感觉 好 然后不要有太多的这种小心思 油嘴滑舌或者花言巧语 我的要求好高 真的 我觉得直男就挺好的 就我挺喜欢那种直男的 我 我最直 我是钢铁直 我是撸铁钢铁直 你今天来找的这些男嘉宾啊 你又要求他们小清新 他们身高要过一米八 然后又不能多言 然后 还有一些小幽默 还不能过多展示 我的妈呀 咱们这节目怎么做呀太难了 其实他只要长得帅 这些之前的标准都可以不要的 天哪 喝女人 还是看脸来的 真的 那你有没有喜欢的男生 就喜欢的男生类型 明星里面有没有 甘望星 谁 甘望星 甘望星是谁 不认识 甘望星是谁 就是那个创造营里面的一个 所以是现在正在参加 选秀的一个人是吧 是的 对不起 如果方便的话 能把甘望星的照片 我们调一下吗 他们是正在跟利路修一起选秀吗 是的 那我就知道了 我就认识个利路修 你认识利路修吧 斯文 我认识李诞 你有不喜欢的长相吗 吴亦凡 吴亦凡 感觉吴亦凡也挺帅的 吴亦凡很帅 他也太帅了吧 他喜欢帅的 然后他又不要太帅的 太帅的有什么不好呢 你觉得 就是我会觉得我配不上他 找不回来了 找不回来了吗 粉丝们不要生气 接下来就是你们的抢麦环节了 在这轮当中呢 如果成功抢完的男嘉宾 可以获得唯一一次 和女嘉宾隔空直接互动的机会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对 好 机会只有一次 三 二 一 开枪 我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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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地爱看书 好 那你说说吧 你爱看什么书 我爱看古典小说 女嘉宾好像喜欢看网络小说 我觉得我们是时尚和传统的结合 他们可以一起看网络古典小说 我觉得你们看的好像不是一个种类的书 好 请问你帅吗 好可爱 你可以形容一下你的五官吗 举伤白眼望青天 较如玉树临风前 像狗汉林 蒙姐说她像狗汉林 扎心了老铁 什么说 谁 不是她像狗汉林 狗老师吗 对不起 我挡一下镜头 让我看一眼 帅版的 狗汉林老师 在年轻的时候真的颜值还是可以 就真的很帅吗 你刚刚看见了吗 我觉得肯定没有干忘心帅 谢谢斯文老师 谢谢姐妹 我觉得这个姑娘 典型的那种零零厚的小姑娘 严控你知道吗 就喜欢帅的 是不是 咱们这样吧 我们要不要来看一下 我们男嘉宾们的关键词 好不好 要的 来 大屏幕 请翻关键词信息 继承者 天哪 三号刚才跟你聊完 他的关键词是继承者 你觉得你的解读是什么 他肯定想到了那个韩剧 对啊 李敏浩 有一个叫做继承者们 如果他讲的特别像李敏浩 你觉得怎么样 李敏浩 挺帅的 这不得是特别帅吗 那你觉得富二代是你考虑的一个因素吗 不啊 因为我觉得我也挺有钱的 你也是富二代 天哪 不是 但是我不是很看重男生的物质 其实 他就是喜欢帅的 他只是颜控而已 那你们怎么看继承者 为什么大家一定会想到物质层次呢 对啊 继承完全可以是文化传承呀 我感觉他可能这种继承者 可能是不一定是继承家产 他有可能是继承了其他的 包括 非物质文化一样 对 对啊 他不是很喜欢古典文学吗 这些 可能就是一些文化的继承者吧 感觉是饱读诗书 从小书香门第 有可能这方面继承者 但不知道 看你们有没有缘分继续聊吧 我们先看看一号 他的标签是四十分钟 可能是个学生 每次上网课都要上四十分钟吧 四十分钟啊 四十分钟就是因为我的那个职业 你现在是99年是毕业了吗 我没有毕业 但是我只是确定了工作而已 我现在也是在家里面上网课写论文 那如果是学生你会考虑吗 会啊 好吧 你觉得麻辣歌王长得帅吗 我不知道 就好像很会唱歌的样子 但是前面那个麻辣那个形容词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女嘉宾除了长得帅之外 对其他真的毫无要求吗 有的 你喜欢什么样的性格 性格的话温柔一点 就是不要有那种暴力倾向 或者说是特别地自以为是 其他我都可以接受 那基本上就长得帅就可以了 绿皮火车你怎么读解 这个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我一开始上来看到那个绿皮火车 我还一直在想 是什么意思 我给你提示一下 这个人长得像王凯 你喜欢吗 喜欢 多么想要一次 每天陪我喝奶茶的人 肌肉大白 你觉得他是什么类型的男孩子 应该是喜欢健身的男生吧 你喜欢男生到处都有肌肉的样子吗 首先如果这个男生喜欢健身的话 我觉得他一定很自律 他提到你自律了 他提到你自律了 但是我觉得具体怎么样 可能还得有进一步的接触 才能确定 你已经看了五位男嘉宾的关键词 那接下来呢 你就要来选出三位 你有一些些动心和心仪的男嘉宾 请做出你的选择 我的选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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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号 松海 二号 五号 没有选 没有选 为什么 他都说我长得像王凯了 竟然 我是 王凯是真的很像那个王凯 真的很帅 这个我真没骗你 不怪我 刚刚你们一说完我就忘了 你这还看修仙呢 谁成仙了你都给忘了 当然了 其他的男嘉宾如果没有被选中 我们最后还会有一个抢亲环节 你们还有一个表白的机会 好不好 我们已经选了一号二号和五号 那么我们请三组亲友团 登场 欢迎三位 你好 你好 李嘉宾好 董事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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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号五号 你好 五号又来了 我跟你说 妹妹 五号特别帅 五号男嘉宾 长得特别像李淡 有腹肌的李淡 那么这样欢迎各位 我们先介绍一下吧 先请一号 大家好 我是一号男嘉宾盛欣的舅舅 哈啰 大家好 我是盛欣的表妹 我们盛欣今年三十五岁 来自这个家务 身高一米八零 她懂事又孝顺很会照顾人 如果你嘉宾嫁给她 绝对不会因为 谁来做家务而困扰 四十分钟的标签就是 盛欣每一次变身 是要四十分钟左右 变身 是什么意思啊 其实她是一位造型师 对 她现在有一个个人的造型工作室 所以 女生嫁给她 绝对会每天都漂亮 你一定要选择我们身心 一号我看一下长啥样呢 姐妹靠你了 一号长得像品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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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女嘉宾的话 多多关注我们这一出 其实我哥哥的话 挺像那个薛志谦的 薛志谦 你的段子去哪儿了 薛志谦 身长部了我是 就是我也很想问你们一个问题 大部分男生嘛 二十七八岁就结婚了 为什么他三十五岁还 是这样的 因为的话就是之前我哥哥 因为也遇到了一些感情问题 受到挫折 然后他就导致了 就是后面有一段阴影嘛 他很专一的 所以沉淀了很长一段时间 对 然后就是以事业为准 说来话长 一言难尽 忍辱负重开了一家工作室 终于忘记了前爱的伤痛 转身来到了中国新乡亲的舞台 遇到了你妹妹 救救了这份急切的心啊 让我仿佛看到了一号男嘉宾 之前是个爱情的痛 真的 就赶紧想找到一个好姑娘 我特别能理解啊 欢迎咱们一号的情友团 请二号 二号您的身份是 我们的家乡 在希望的田野上 炊烟在心间的烛房上飘荡 小河在美丽的春庄旁流淌 哇 挺不错啊 我从小学的时候 就开始说我这个感觉 就因为我这个名字 希望的田野上 所以当时听了这首歌 给他娶了田野吗 也没有 对 我儿子 今年呢26岁 我们来自于四川成都 因为我是一位中学的音乐老师 哇 所以儿子呢 可能就继承了我的一些基因吧 我才叫继承者吧 我才叫继承者吧 你应该叫继承者 他呢是一位吃着火锅唱着歌 打着麻将吹着风的流行声乐老师 哇 好棒啊 然后呢 我呢希望今天啊 我们能够找到一个长头发大眼睛 女嘉宾是短头发 妈妈是来拆台的吗 我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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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咱们套路词不能这么说 我说您调整一下 根据女嘉宾的现场情况 人 人姑娘留着短发 你要找个长头发 而且我儿子自己要求不光自己一个呀 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还有比较精致 比较精致 而且有点那种 郁姐芬的一个女孩子 还有郁姐芬哦 听听 什么玩意要求很高哦 郁姐芬 郁姐芬我晓得嘛 就是那种很苦的女孩 但是我特别不喜欢 特别作的孩子 比如说就像电视剧《安家》里面的 张晨晨 哎呦我的妈呀 妈呀 主要主要是那个张晨是我演的 啊 我的天哪 你追过《安家》这部剧吗 我没有 我跟这位阿姨有代沟 兄弟 我跟你刚刚打电话吧 让妈妈少说两句 那田野妈妈觉得田野长得帅吗 我儿子可帅了 我跟你说 前两天我们就在街上碰到几个小女孩 小女孩车过来 哇这个小哥哥好帅哦 其他几个小女孩说 在哪儿呢 在哪儿呢 我说在那儿呢 就好像妈妈杜撰的一个故事 好丢脸真的 倒是好丢脸你知道吗 我这么多年是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世界 我真的很丢人真的很丢人 那几个小姐姐分别是阿姨的二姨啊 二妹什么的是吧 你看那个妈妈也很漂亮 所以儿子也肯定是对 咱们男嘉宾的颜值 真的我认为是够打的啊 很能打 是吧五号 对 五号你这次不要再坑弟弟了 你赶紧解释一下肌肉大白 没事有我呢 加油 加油 我弟弟呢 今年28岁 身高是190 哇 他这个小路开始乱动了 我觉得这个身高的契合可能还是很重要 然后我弟弟今天特意强调 最好是找一个短发的女嘉宾 然后如果能有个大长腿就更好了 来 你哥终于助攻了 你哥终于帮你了 你哥终于帮你了 这次他是你的哥哥 然后弟呢就像樱木花道 一下从李淡到了樱木花道 他刚刚说他弟子像李淡 现在说像樱木花道 他还是最好要穿蓝色的衣服 这是你临时想的吗 不是 没有 没有 就冲这个不要脸的劲儿 我觉得还可以 我是不会承认的 他的性格就是比较内向 然后低调 不爱乱讲话 然后可能 但是可能稍微缺乏一点 那个 你别说了你适合而止 刚才完美 刚才挺好是吧 到刚才之前完美 就我觉得挺搭的 因为刚才女嘉宾在表述她喜欢的那种男嘉宾的时候 我觉得各方面都挺搭的 好的 可以重点关注一下我们 对 可以的可以的 好会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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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可以 你刚才说完这段啊 二号妈妈都有点急了 田野妈妈我们再给你一次机会 您要不再召唤一下那个短发的事 麻辣歌王的事 您再给我们解释一下 没有了 没有了啊 没有了啊 我服了 我服了 那这样啊 刚才我们男嘉宾的情况是了解的差不多了 但是这个姑娘 是不是各位男生当中心仪的那一位呢 我们要通过一段短片 来了解一下小高的生活 请在大屏幕 有一句话说 你的原生家庭里就隐藏着你的婚姻模式 你相信吗 第一 我越来越发现 女儿找的男朋友都会潜移墨画像父亲 我有过两段感情 他们都是比较成熟强势的类型 某些方面特别像我爸的缩影 坚硬的像是家乡的城墙 第一任比我大足足15岁 但他竟然隐瞒了自己的婚史 所以我至今不能接受 比我大10岁以上的男生 第二 家庭相处模式影响着你的一切亲密关系 就像一只被圈养的宠物 从出生起 爸妈就对我实施超严格管教 不许去酒吧 不许睡懒觉 随时要视频 随地要汇报 所以我反而想要一段超自由关系 不因为繁衍而结婚 不用金钱捆绑彼此 也不试图改变对方 遇见同样拥有自由灵魂的伴侣 真的很难 但我还是会坚持不懈地找到你 我有一个问题 因为你嘉宾你有讲说 就是爸爸妈妈会对你超严格管教 那么如果你未来谈恋爱 受到了父母的阻力的话 你会怎么办呢 我会不管他们啊 我就喜欢这种 有个性爱自由 以前我找的男朋友 会有我爸的一个相似的点 或者说是缩影 但是我现在就想找 跟他完全相反 好直接 我爸已经开始催婚了 九九年呢 他之前帮我选过 然后呢 就我觉得挺油的 我 所以我叛逆地来到了这里 好 好 他其实非常有主见 这个女生 给你个机会 你向男生可以提一个 你最关心的问题 好不好 我想听他们唱Rap 唱Rap Rap Rap 我不会啊 因为我觉得 喜欢说唱的男生 都会有那种 比较自由的灵魂 这样的吗 而且有个性 有自己的风格 对不对 我喜欢你的想法 来 我们开麦 来吧 一号 盛鑫 来 给你抓个币 那我就随意发挥 来 我们给大家拍 来吧 盛鑫 加油 Drop the 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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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乐老师 是不是不一样的rap呢 你表现 我想说其实 声乐老师也不会rap 哎呀你别说了 一号那么烂都说了半天两句的 你怎么这得来个五六句吧 我我只会我只会那个大碗宽面 大碗宽面 二号加油田野加油 来抓个b 哟哟 你看这个碗他有大有怨 就抓这个面大有大有大 啊 ok ok 好好好 五号你能够让我们来点惊喜吗 呃 可以开始 哎呦 啊下场 呦 听见你说 早阳起有我 早阳起有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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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男生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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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天啊 习惯 太照亮了 哎呀气死我了 全垮掉了 这环节好可怕 比看手机可怕多 真的还不拍手机呢 真的 那行吧 你们就把卖逼了吧 你们都浪费了机会 气死我了 这么年纪轻轻的一个rap都不会 来吧 来一个 来一个 主持人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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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们示范一下什么角色 兄弟们 好 DJ 来个音乐 气势先摆出来 中国新乡亲是我的舞台 今天来到一个美女她长得很高 她的爸爸长过一米八 但是她要找的人是一八八 站在她旁边我压力很大 因为她让我想起我的初恋 我的初恋 虽然是我太太 但是她经常居高零下一米八 谢谢大家 学到了 我36岁了 我还能来点这个新鲜的 没想到这样一段表演 居然可以在这个环节中胜出 真的是 这么个玩意儿都赢了 你想想看 这还要 真的是一段精彩的菜鸡护镯呢 对不起啊 我不是凡尔赛 但是除了刚才我的表演 你更喜欢谁的表演 五号有点可爱 你给我的一个微笑 我可不可以用一个拥抱 换你 好 不是大蓝要举手 她老婆一起 不要不要不要 我让她赶紧举手 她老婆好表现 对 是这样就是 我表弟呢 跟你有非常类似的经历 她有一位非常强势的爷爷 所以她从小 其实也被非常高压的这种管教 然后她是一个 特别温暖的男孩 然后特别喜欢猫猫狗狗 这些东西 应该是特别喜欢狗吧 然后 我有养一只猫 她有养一只狗 一猫一狗 我觉得就完美了 然后她的性格 可能有些内向 然后不是那么幽默 在我看来这样的男生 确实不是特别的 有嘴滑舌讨女孩喜欢 然后我们平时女孩总抱怨说 生活中容易遇到渣男 但是其实就是因为 你们没有给那些 不有嘴滑舌的男生 一个了解她 走进她内心世界的机会 她们真的很不错 是这样啊 你马上要进行三选二了 请走上你的选择位 请关闭我们楼上男嘉宾的 玻璃房 你只能选两位 留在这里 她们将有机会 站到幸福之门之后 请选择 我的选择是 五号 我看到台下的姐妹 给我比一号 我哥哥很棒的 我喜欢我哥哥 她们说一号很帅 我弟弟很高的 我觉得五号还挺可爱的 其实有一点 匹帅的感觉 我说实话 我觉得这三位 长得都不是偶像型的 我觉得还是四号 长得比较像偶像 像你喜欢那种类型 五号 然后 一号 一号五号留下 恭喜一号和五号留得下来 那么田野妈妈 就对不起了 谢谢 谢谢阿姨 田野妈妈 希望你长得那么多 也希望田野能够有所得偿 谢谢 好 现在两位男嘉宾 如果你们也对我们的女嘉宾 同样动心 勇敢地向前一步 来到我们的幸福之门的后面 一号男嘉宾 请站在红色的门后面 五号男嘉宾 请站在蓝色的门后面 小高 现在你可以先请出一位 但是我要提醒你的是 你心仪的男生呢 可能未必站在门的后面 所以最后你的选择是什么 一号 恭喜圣经 女嘉宾 给你 这颗艺蓝色的 全省的 真的 太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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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省了 好帅 好帅 帅了 帅了 小姐姐不能选择 果然可以的 薛仁謙 薛仁謙 男嘉賓 你好 你好 你嘉賓 其實 你一上台我就 全部目光都關注你了 其實我內心還是蠻緊張的 但是我還是想跟你說 此刻我站在面前 我覺得年齡不是問題 我有快樂的心去接受 你說的那一切的問題 你會因為我的存在而幸福 送你三月的風 六月的雨 九月的風景 大雪漫天飄零做你的嘉義 我覺得我願意做你的黑風稿 你願意為我守護 一輩子輕輕陪伴的傷心 當我與生都有關與你 好的 我們現在一號男嘉賓 順馨已經表白了 但是玻璃房我們還有四位男生 你們要搶親嗎 五 五 四 三 二 一 五 五 四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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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 王凯来了 四号 王凯来了 四号王凯来了 因为你 王凯来了 你好 你好 王凯深信自己的颜值 可以战胜一号 我感觉这个女孩 已经是我了 我一定要去抢心 看到喜欢女孩 被表达真的心很痛 你们要抢亲吗 五 四 三 二 一 我感觉我们各个方面 都蛮适合的身高啊 喜欢的性格啊 但是刚才点上没有选我 觉得其实挺遗憾 只分开过才懂得牵挂 如果这次如果我不下来 我真的会很特别特别的遗憾 谢谢男嘉宾 虽然这是我可能是最后一次 表白的句话了 但是我真的想对你说 对我 但此刻我却想在你身旁啊 你的一切我都挺喜欢的 如果这世界复杂 虚假善望 勇尽我一切奔向你呀 就算很高 你可以陪我去坐一匹火车 看沿途的风景吗 我愿意会到达 让我来照顾你 让我来走进你的世界 我勇尽我的一切奔向你呀 我勇尽我的一切奔向你呀 就算你遥远啊 我愿意会到达 你有我的 你有我的 有我的 是这样的 小朋友 听完两位的表白呢 我要跟你说一下 现在场上的形式 你选择的是一号 我们的四号是抢亲 但是在这个舞台上 抢亲是有风险的 如果你沒有選擇她的話 那麼她今天也要離開 中國新鄉親的舞臺 所以你的選擇很關鍵 我們同時也非常好奇 然後你還有另外一種選擇 就是這兩個你都不選 然後你可以再看一下 五號有沒有在這個門後面 一米九零的五號 一米九零的五號 它也是一種可能性 他在等待你的答案 但也有可能他走了 絕對在 肯定在 來吧 我們來看看結果會怎麼樣 選幾號 幾號 九號 一號 四號 四號 我 我想做出一個大膽的選擇 可以 我可以轉身去選擇五號嗎 五號嗎 可以 東南國旗 我們要把掌聲送給四號 謝謝你的勇敢 那你也要離開這個舞臺了 謝謝一號 一號繼續回到玻璃房 當然我們這個女孩子選擇的是要開我們的藍色大門 那我想問你是為什麼呢 因為我一開始想選五號 但是姐妹們都說一號好像還不錯 所以我選了一號 我可以理解 對 但是我覺得我還是更喜歡五號一點 五號確實還挺喜歡他的 來吧 五號男生 我們我們的小青星翁天啟 會不會在藍色大門的後面呢 好緊張 一定要在啊 請開 一定要在 門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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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的天啊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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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她是No3 5号现在有点一脸疯 挺酷的 挺帅的 她禁止了 5号被点穴了吗 来吧 说两句吧 我一直在 好 加油 在我想的之前的表白 统统忘掉了 然后我希望 你能以后未来 给我这个智慧到南京 然后我是一个 很缺爱 但是我一直在弥补 一直在找自信 我的工作 我热爱的健身 因为我的经历跟你太像了 我觉得我懂你的一切 我 她懂你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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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过去 我只想见你 我只想见你 呃 谢谢男嘉宾 我只想你 我只想你 跟海里 想你 我只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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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必须要和我们的 五号男嘉宾牵手 好可爱 她怎么了 她不知道该牵哪个手 好可爱 怎么那么不怕啊 牵手啊 太紧张了吧 温天琪牵手 牵手 这就是心动的感觉 我希望以后会是一个 长远 永恒的结局 我的话会保护她很多 我以前锻炼 就是要强壮自己 保护你 我一定要保护她 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每周六晚准时请大家收看 东方卫视为您播出的 中国新乡亲 再次感谢大家 好